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天气的变化会稍微的明显 明天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雨 中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外岛地区也有绝部短暂雨 空气品质看一下 空气的情况大致上面跟昨天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中北部地区包括台中以北 张化以北包括中张头地区现在竟然全部都是绿灯 双北地区除了两颗小黄灯之外也都是绿灯 今天唯一出现的一颗橘色灯号在高雄市的桥头 桥头的AQI指标到104刚好亮橘灯 但是整个高雄市区就高雄市区几乎都是黄灯 那一大早出现黄灯大概告诉你白天 白天的空气品质的预测不会太理想 但是今天的白天的预测大概就是高雄地区高高屏 高高屏大概白天的是黄灯的形态就是普通了 其他的地区应该是良好的大概都是绿灯 好除了天气空气之外你现在听到的飞的联播网 当然唐强龙在这里那除了除了你可以透过 透过我们的收音机透过网路 网路现在收听广播很方便了 在许多人在家里面尤其将来将来大概数位会流之后 许多的这种的空中的音波都是透过网路呢在传送了 好另外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系统 这个直播系统你进入到飞的联播网的 Facebook的粉丝页进来之后你都可以看到透过我们的直播 直播随时都开着八点钟时段开始大概都会开直播 因为这个时段我几乎都一定在现场 七点钟的时段有时候配合来宾来宾有时候住的远 有时候来宾的作息等等可能会会有预录的情况 但是八点钟之后呢大家直播系统就会打开 除了除了几时的节目就是这个on air的节目 那我们会开直播之外 另外每个星期四每个星期四的九点半钟我和陈凤欣那下节目之后 因为他在友台在news酒吧还是九点钟下节目下节目之后 我们也好了星期四的时间我们会把时段空下来 九点半钟之后那我和陈凤欣会有一个半个小时 但经常会会会会进行到大概大概五五十分钟左右 因为连连后面的这个在在在这个开彩蛋了 他们叫开开彩蛋了就是就是回复我们观众的线上留言的时间 那大概会到个四五十分钟那前面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和陈凤欣约好了那我们在在这个观点你上你上这个facebook 那你寻找这个观点粉丝页那我们现在主要呢在youtube上面 直接呢开在youtube上面总而言之你找观点就两个字 那这个viewpoint找观点观点里面呢会有会有许多的栏目 那其中那我跟陈欣的政经龙凤沛政治和经济了 其实陈欣比较长时间在在在在主宝财经新闻 那我怕党政新闻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早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也都在财经路线上面 所以我跟陈凤欣认识是很久的 他跑的比较偏财政金融 那我一直都是在在在在总体经济跟产业上面 好这些对我们的训练来讲当然都非常的重要 好现在的现在年轻一辈的新闻同业 我不知道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相对比较资深的新闻人 的那种在线上的我们自己觉得收获很多很扎实的训练 这点大概在陈凤欣啊他们身上大概都可以看了出来 他们的许多许多的这些重大的重大的政治议题 或者说是社会议题 他们的切入的角度那其实比绝大部分的这些学者 或者是政务官可能都要来来的好好这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线上的训练 好那呃你可以你除了可以看到直播之外另外 因为当然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选举吧那事情很多 所以我和陈凤欣呢多开了几场 昨天早上的九点半钟那当我们上线了之后 线上及时的观看的人数破万人 就是说及时观看的破万那留言呢当然也非常的勇严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细看了 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 因为我我到现在为止都还在都还在抗抗拒Facebook 你知道我我对那种的强大的铺天盖地的 觉得觉得要要我一定要该如何如何 跟着大家一起如何的是事情 我百分之九九十九我都都不做 所以很流行的事情通常通常到我的到我的跟前的时候 就会有有一个隐形的墙我把它挡住 那当大家都在用Facebook的时候 我就不用好当然说这个很无聊 对啊我这有有些有些有些个性上的无聊 这个是顽固啊一言难尽 那这证明什么一言也没有也没有在证明什么 就是觉得觉得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浪费时间了 当然找到我的朋友有有有有一定有一定的管 然后LINE等等其实我都留留得很很大方 所以所以我们很多的很多的朋友们 大概都可以都可以透过这些的这种通讯软体 那社群的这种的群组大概都可以找得到 好那你可以在星期四的时段像昨天我们听的时候 呃线上的同时订阅户等等都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感谢大家 好那今天星期二的时间呢 待会八点半钟的时候那会有国际新闻 台大政经教授杨敏啊教授进场 不过还有一些的时间 那我把一些重点的新闻呢 还是呢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虽然我我一直到了这个季节 不用不用不用等到等到我们的卫福部啊等等来呼吁 我都会呼吁大家打疫苗 不过今年今年我们的我们的卫福单位实在是有点落差 那对我们这些呃很很注意公共卫生课题 那都很主动的帮帮政府机关做做宣导 我不会因为说现在是你民进党在执政 那我是蓝的所以呢 我就能把这种的问题呢置身事外 我不会 那我认为跟我的同胞们有关的生活的资讯 我都念字在字的 记得自己是一个公共媒体人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对公共公共事务表达立场观点 关切 那能够呢在公司的界限上面 能够跳离开跳离开个人的角色跟立场 能够有基本的是非这是重要的 好但是疫苗呢又又出包了 那现在有五十一万剂的疫苗又被退回去了 所以今年疫苗打的很吃紧啊 打的很吃紧是说第一个你你陆陆续续呢 传出疫苗出包的情况 那里面有有这个悬浮物啊等等也颜色不太对啊 那这些的情况都要经过第一线的这些呢 这些施打的医生护士发现了 然后赶快回报 到现在为止已经已经已经发生过三三回了吧 好那这些呢出包的疫苗你会大大的伤害呢 大家呢在在施打那接种时候的信心 好那现在又发生了这个这个在在出包的情况 有五十一万剂的疫苗呢全部全部退回 不管是公费自费的这个流感疫苗呢都相继出包 所以昨天呢这个食药署昨天公布了两批 都是由药厂叫做赛诺菲进口的不合格的流感疫苗 一批是三架的公费疫苗 其中呢有四支出现了黑色的悬浮物 另外一批呢是四架的自费疫苗 有九支出现了白色的悬浮物 两个批号总共有五十一万剂通通被这食药署扣下来 那没有流入市面 好像说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打下这些疫苗了 但只是这是五十一万剂但被没收了 就疫苗的缺口呢就出现了 所以今年疫苗施打的会很紧张 就是一方面这种的这种的讯息传出来之后 你你一定不太敢打嘛 特别是特别是小孩子 那老人家你基于对小孩跟老人的照顾来讲 你会说我怎么可以让让我家里面的长辈跟我跟我的这个这心肝宝贝去冒这个风险 你当然就观望了 那如果说你说公费出问题 但是自费的一样出问题 好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疫苗收回了之后 要补充没有这么快的 所以疫苗的数量啊一定的是短缺的 所以前一阵子曾经出现了不管是自费公费的疫苗都缺货的情况 尤其当你是要自费去施打4架疫苗的时候你找不到 好但我在我在我在一个多月前我在 10月中10月中开始施打 10月中开始施打我很快的就就就施打疫苗了 那打的时候你说是打新安的吗还是怎么样 还好吧因为你打打了之后我前前阵子前几个礼拜也 还是有一些呢有些轻微的感冒反应 那应该可能是施打疫苗的结果了 不过呢没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选举期间 尤其最近你发现周围的病号很多了 我的重点是提醒你就是我相信你还没有施打疫苗 那你们如果没有施打你又不太敢打 你有犹豫那就做好个人保护 最近呢我的周围的感冒病号越来越多 有接触到的人声音不太对的或者是在流鼻水的 那个非常多所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那回到呢就是说政治的部分 那你看到今天绝大部分的媒体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支苹果日报 你看到的苹果日报基本上都还在政治新闻里头 都还在政治新闻里头 就是讲这个六都市长如何如何 好那另外呢这是中国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呢你看到的上面讲的是韩国瑜 韩国瑜在拼经济啊那这个呢我待会呢再多多聊一点 好再来因为韩国瑜要出席这个两岸企业家峰会 那韩国瑜准备要赴大陆呢拼拼经济 这动作多多快 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 韩国瑜准备选完了之后呢他又开始讲两岸一家亲了 要办两岸两岸论坛 那我我对于我我对于这种政治人物都讨厌啊 我说我说讨厌就是好像好像要要要办个双城论坛呢 多难事的好像要到大陆去好像是好像是是这个 这荆荆药去赐秦王好像需要有很多人到溢水边上的去送你 要淡水河边那去送你风潇潇溪溢溢溢水寒 柯文哲一去溪呢不复返 那韩国瑜韩九二共识就九二共识嘛 而且我在高雄喊给你听 我不是在躲在躲在这个同温城躲在深蓝的这个板块里面躲在台北 我在高雄喊给你听可以吧 我就是告诉你我接受九二共识嘛 我接受九二共识然后呢我要我要推动推动两岸的两岸经贸嘛 我要开我要开门 我讲完讲完之后人家就就做嘛 选完了之后跟跟几个企业界的老板通个电话 昨天跟郭台铭通电话等等等等 好那像不像啊三分样啊 亲不亲反正呢打完电话之后 大家service各自表态 你说企业投资特别像这种大老板 一砸进来呢几几千亿几千亿的钱 难道一通电话就解决吗 没有这么容易啦 这种的群聚的效应区块经济 那那这种的这种的劳的劳动力的供需 土地的价格水电的配合太太多因素了 那个那评估当然是要的 但是找郭台铭是对的 郭台铭大概是我看过这些企业老 老板里面在做投资决定的最快的 当他决定要去Wisconsin OK当当这个Donald Trump上台了 这Donald Trump给他这么大的场面 过去几十年里面 台湾的叫得出字号的人物 可以进到白宫里头 可以进到那个椭圆形办公室 同时呢Donald Trump把所有的内阁的阁员 通通叫出来当他的肉屏风 只是因为我要我要我要跟郭台铭要签约 我说这种的这种的场面 郭台铭懂 好那你跟郭台铭通电话一方面 一方面产生号召的效果 那最重要是他就告诉你说 我马上就要去参加两岸的企业家峰会 这有什么好顾虑的 我说在当当韩国瑜当选在高雄 很动作很很快的时候 对柯文哲来讲的伤害就很大 第一个柯文哲这个市长是偷来的 我说的偷来的就是说 我对于11月25号凌晨3点多 柯文哲的姿态 我不是作为一个 一个什么谁的幕僚 我作为一个市民 或者长时间强调 我是一个SOP控的柯文哲的信仰者 我都会觉得不齿 请问你这次选物有哪个地方是SOP的 你的SOP就是这样吗 4点钟之前没有任何的防范摆着烂 新北市8点多全部开完跟过去一模一样 高雄市呢8点钟全部开完一模一样 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10倍吧 人口比台北市还多一点吧 全部开完啊 输就输了嘛 陈其迈也也也不会多讲什么 一方面的差距很大嘛 第二个呢本来是绿的地盘嘛 韩国瑜赢你还能怎么样 那选完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虽然偶尔可能会有一些的 一些的零星票柜4点钟之后呢 还没有还没有投完票 但是不影响大局嘛 台北呢台北就不是啊 所有的选物的纠纷全部都在台北 气宝也全部都在台北啊 我这两天的时间碰到碰到这些呢 这些天母天狱里的这些的 这些的这些的朋友 我碰到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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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在讲说 完了我们天狱里的招牌被砸了 因为我们天狱里从来没有不准过 天狱里这次投完票五个五个投票所 你们柯文哲只赢一个小赢一个 其他全部的丁手中赢啊 最后天狱里的总票数丁丁手中赢 赢两趴跟我们在选前民调调查的 最后看到的民调几乎一模一样 选前民调的时候丁手中就是赢一趴多 我看到的而且我们那是很保守的估算 天狱里我们赢两趴 好那偷来的偷来的胜利 韩国瑜讲 我宁可干净输我不要肮脏赢 这就是气魄 你倒过来讲从一个 从一个这种这么烂的选务工作 烂到连中选会的主委都已经请辞了 你说这个选务有多烂 当然这个中选会主委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选前的时候呢不断的在公投案当中 毛毛手毛脚 而且没有任何的选务经验 你知道以前你回头查一下的中选会 你去Google一下去这个维基百科查一下 过去是怎么样的人在当中选会主委 黄石成张伯雅更早的时候 不管是黄坤会啊等等 以前的多半都是内政部长兼 那是改制之前改制之后 黄石成张伯雅这些都是来自于中部地方的 很资深的也很有声望的 五党级的县市长 黄石成跟张伯雅都是啊 黄石成从彰化来 他的女儿现在都还在 这次都还选彰化县长 张伯雅呢从嘉义市来 嘉义的张家班 好那这些呢都是五党级的背景 而且都有地方的选务经验 他们知道选举该注意什么 但这个叫陈殷前的除了 除了他是蔡英文的想想论坛的主笔 除了他是民进党的联政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2003年04年之后呢 一直都在帮民进党打官司的御用律师的身份 除了帮太阳花打官司一样 他到底做过什么 然后OK用仇用的方式拿中选会的主委 去仇用一个宣称自己是学法律的 法律从我嘴巴出来就定掉 结果一直被打耳光 选务办到烂到这个样子 最后请辞了 中选会主委都都请辞的选举出了这么大的疲漏 然后而且披露都出在台北市上头 而台北市选委会的主委是谁 是这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帮柯文哲负责负责操盘的操盘手之一 你的副市长林清荣 所有的选举人 明册的编定选务工作的主办 另外一个是你台北市的民政局 民政局局长是谁 是民进党的蓝世聪 这都是你的你的你的左右手啊 选务呢办的这么烂 柯文哲责无旁贷吗 这过程当中的那些什么什么气宝效益 选完了之后你只要五点钟之后 四点钟之后还在排在队伍里面的人 我不相信你没有你没有听到很多这种的声音 还在那些像像像 一样一样不好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集体的 你只要看到那个月晚开票的票筒 姚文志的得票的比率呢 就是很明显的在往下走 你尤其看到 有另外的两位的候选人 比如说李希坤 比如说蜂蜜柠檬 他们两个人更明显啊 这种的这种的选物 你要大家要接受 然后肮脏营的时候还很高兴 这个太离谱了 好了现在韩国瑜当 用用很大方的 而且建议旅籍的方式还没有上任 但是他已经在在推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韩国瑜喊九二共识的时候 你你认为我 我觉得台北市要去思考的是 当韩国瑜喊九二共识的时候 请问你今天 从上海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你克文哲喊两岸一家亲 他还跟你亲不亲 他会不会要求你说 你要不要回到九二共识 那你不回到九二共识 OK啦没有关系 过去我们两岸一家亲了 也有点亲 但是亲疏有别 你一定会不会发现到 接下去两岸的城市交流的时候 他们对高雄 比你对台北亲很多 当然现在对于柯文哲来讲 这或许不见得是坏事情 因为柯文哲现在接下去只有一条路 他一定是跟蔡英文合作的 过去那种被拆散的 很凄美的爱情 现在终于 终于周围在喊 在喊no的人 现在都闭嘴了 两个人终于可以公开放散了 你很快就会看到蔡英文跟柯文哲 会放散的 因为他们相互的需要 太需要了 这个气宝效应 这种有默契的气宝效应 操作太好了 犀牲掉一个姚文哲算什么 两个人终于 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下去你看到的政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民进党的败选怎么办 1124下午的4点钟 当我坐在赵超康先生的邵康战情室的时候 大家在问这个问题 看着票开出来之后 民进党大败15个县市大概都丢掉的时候 那民进党 民进党输得这么惨怎么办 我说唯一的机会 就是 就是蔡英文跟柯文哲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管周围其他的人是畅衰的 是嫉妒的 是厌恶的 都一样 接下去 你就看他们眼就是了 进广告 回头之后 台大正经教授杨永明 杨教授进场 8点32分48秒 星期二的时间 国际新闻的时间 坐在录音室里头 除了我之外 另外就是杨永明 台大正经教授 杨永明 杨永明教授欢迎 向龙各位听众大家好 讲一下你投票当天的悲惨的遭遇 虽然我在我的电视上讲过了两三回 我就说因为 谢谢湘龙还提到我的名字 当然因为我太太也是 杨永明也是 我虽然在上节目 不过他们一直在跟我讲说 队伍拍多长 我还在排队 然后两个人都是一样 都是投完票的时候很愤怒的 然后打卡拍照片 甚至于拍画面给我看 一路在拍 你传的东西跟我太太是一模一样 虽然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投票所 你在大安区 对你在大安区 然后我太太在北投去 好那拍的一模一样 就是就第一个告诉我说 我现在几点几分 我投完票了 我太太是5点36分 她大概是3点10分左右 进投票所 两个半小时 杨永明更夸张 杨永明我记得他传给我的打卡时间 是7点13分 7点13分 那个时候距离你进投票所 已经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三个小时28分钟 好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拍了一段的小小的画面 一路这样子把人潮这样扫过去 就是你投完票之后 后面还有一大堆人 没有了我后面大概只剩10多个人 因为你那你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比较后面了 我太太的事啊 我太太5点36分投完票的时候 后面还藏藏的一马路的人 其实我大概三点之前 就到了这投票所附近 但是看到长龙之后呢 我就去找停这位 不容易 那找到停这位 这个过来的时候 三点45分 嗯 我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学校外面 嗯 还不是里面 学校外面排队 那想说 其实你校门口 嗯 我们这一个林约他分两个 两个投票所嘛 我们这边这个 好像还不是太长 嗯 另外那个林在排到公园去了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林还蛮幸运的 嗯 就一进入校园发觉 哇我们这林还要绕操场一圈 对他 姚明跟我说 他终于进学校 就一进入校 哇里面让了操场一圈 所以真的是等到了7点这个出头 那当然你嗯 到了这个投票所里面的时候 你就不能带手机嘛 嗯 那我出来的时候我看我的手机 7点13分 好哎那你在你在排队的 这这个这将近三个三个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特别是4点钟之后 嗯 其实大家都还蛮坚持的 嗯 大家就还蛮坚持没有人离开 嗯 哦没有人离开 然后也没有什么多做任何的 太多的这个交谈了 抱怨了都没有 嗯 那大多数人也许跟我一样吧 突然用line的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在经历一个台湾 选举史上的这个奇特现象 嗯 那但是都还蛮坚持的 嗯 对 因为大安区 就我也蛮佩服的 选务人员也真的是很有耐心 嗯 那我进去才发现到 啊其实这个投票就是圈票贵啊 啊圈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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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 盖章的那个地方 多个一半或一倍的这个就是数量啊 我想这个速度就会很快 当然 因为新北市高雄市都都是这样做啊 对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在台北会 我当然是不知道别的地方 所以怎么会这个样子 嗯 那呃 不过我们选务人员呢 真的是非常有耐心 嗯 嗯 很辛苦 没有他们看到大家走过去 都会跟他们说啊 辛苦了 今年的 不是说自己辛苦排队 而是谢谢选务人员 没有错啊 你要知道他们 他们像他们在台北开票 开到半夜的 2点多 因为最后一个票柜没有送走之前 其他开完的也不能走 是啊 你都必须要在那边stand by 第二个就是说 你知道今年的选务人员 嗯 你光光光台北市 几千个选务人员不能投票 是吗 因为他们他们走走不开 往年 往年他们是可以 就是说请一个小时的假去投票 对 因为多半呢 就他们负责选务的地方 不会离自己住的地方太远 嗯 但是大概也都不会在自己的那个投票所 OK 所以他们都会请一个小时的假呢 可以可以去去投票 是 结果今年因为大排长龙 对 人手不够嘛 对 所以就很多的这些呢 这些投票所你们就进 就就不准假 所以他们最后变成是 就投开票监票 但是呢 没有投票的一群人 这个对选举激烈票数相近的这个选举 会有蛮关键的影响 非常非常 因为我们我们就也接到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投诉了 那你说等等气宝这些其实我们我们现在不是在猜说呢 谁有可能投给谁谁又怎么样 我纯粹就一个我们我们念念政治 我们讲究民主法治 选举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必须公平 叫due process 没有错啊 就是今天 正当的程序 当柯文哲讲说我是一个SOP控 你这么没有SOP的东西 然后你要捐赠胜利 所以我说当你用很肮脏的方式呢 偷偷走了一个一个胜利的时候 那当然会会有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好吧这些呢已经都不谈了 这这不是重点 重点我们还是回到呢国际新闻的部分 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就从这次的选举 台湾的选举哈 虽然是县市长 影响很大 应该是说是个地方选举 那在选前其实国际媒体 先讲国际媒体的这个关注分析 原因以及后续的影响 那国际媒体其实在投票之前的关注 登以前的总统大军当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县市长的选举 但是他们对于就是 柯文哲现象 这个国际媒体的反应都比较慢嘛 那柯文哲现象还这个有一些报道 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日本跟这个日本跟就是这些 呃香港的媒体 对于这个寒流的报道也是有一些 那选举结果出来 那很多的媒体 其实因为国际上的媒体 尤其是日本美国跟欧洲 比较自由派的这些记者或者是媒体 因为相对于台湾就是两岸关系的 这种复杂性跟台湾最密切嘛 然后呢 因为中国大陆对新闻的管制 所以相当程度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 我抱有蛮负面的观感 嗯 你这个大概尤其报道跟台湾有关的时候 大概都用很简单的二分 嗯 亲中反中 是的 也就是这个是pro china 嗯 这个是anti china 嗯 那这样子方式来去认定台湾的政党 嗯 或者是政治人物 嗯 因此呢有一些媒体 甚至德国的 嗯 这个媒体 而且还是住在台湾这个媒体 表示说他长期至少几个月在台湾 他的报道 这个依然是台湾的选举中国赢了 嗯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嗯 那我们看到最近CNN 虽然不是CNN 而是有人投稿到CNN 认为说这个是代表中国取胜美国落败 嗯 嗯 那也就表示说 这个这可能是一个这种stereotype 嗯 柯板印象 是的 或者是一种强加 但也某种程度代表的台湾的选举 他其实即使是连县市长 嗯 如果是大比例的这种就是说 这个这个圣赢的话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现在 嗯 特别是这次选举对现在的执政党 这种脱中政策 嗯 我不一定他讲是反中 嗯 但很显然是要在两岸经济上 要脱离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跟经济 的一种就是反弹 嗯 不管任何有其他原因 也许有寒流因素 也许有什么因素 但是呢 这个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讯息 那许多的国际媒体把它解读为 就是说 接下来的影响呢 可能 蔡英文政府在这个两岸政策上 可能会比较和缓 嗯 但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比较深刻的这个媒体会认为说 其实因为民意到选举前了 嗯 那 反而是 这个可能更会加深 嗯 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看到一个讯息就是 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公投吗 十个公投 对不对 大家都盖了十个章 然后呢 不丢了三个这个票柜里面 然后你还担心说 是不是会 这个盖的会印到 所以你要等很久在那个投票箱里面 那呃 呃 这十个公投这个里面 嗯 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东奥公投 嗯 其实虽然没有过 嗯 超过一百万 可是你知道整个多少人投票 嗯 一千一百万人 是 投这个公奥公投 我想其他公投也是一样 嗯 接近的数字 那出来的结果 反对的 哦 也就是你 要问说你赞不赞成参加这个东京奥林匹克运动 不要使用 不要使用中华台北 而已台湾或中华民国 嗯 的这个名称参加 那政府一直到前一两天才说 啊就算过了他也不会改变 他还是用中华这个台北 嗯 这个是奥会奥会第三次发函给台湾的时候 这也是个大问题 嗯 那公投意义何在 对公投不就是人民的总意志的表现吗 一千一百万个选民投票 嗯 那英国在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号 那个脱欧公投才以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四十九 是的 那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造成现在 英国现在就是说这个脱欧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 痛苦的不得了 但是那是人民总意志的公投的表现 是 所以他本身 嗯本身还不立即的取得法律上的效力 嗯 但是呢后续的修法必须要以他为据 这个要说明一下 因为你要你要知道 当初办这个脱欧公投的党 跟现代的质量是同一个党 是 他他并没有改改双换代他只是他只是首相下架台而已 这个党包含现在这个总 对 这个首相 其实他从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反对脱欧 是啊 但是他必须要执行这个脱欧公投的决议啊 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冬奥我们回来讲冬奥 百分之五十七的选民一百一千一百万里面不赞成嗯那就是五百七十万人嗯但是有百分之四十三嗯四百七十万人投赞成票嗯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现在有一点这个讯息我觉得有一点讯息出来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嗯特别你不管你讲他是台独也好嗯 反中也好嗯或者不满现在台湾所处的国际处境嗯即使是中华台北用了几十年的嗯在奥会这样子的一个嗯即使是运动员都出来说嗯反对大家去投这个赞成票嗯还是有百分之四十三嗯 嗯四百七十万人嗯改赞成嗯也就是不要用中华台北而用台湾或中华民国嗯我觉得这个也有个讯息就是大概接下来的总统大选嗯可能相当程度绿营这边嗯还是会持续走这条路嗯因为统独的问题是台湾大概永远跑不掉你必须要面对的但这个你当然你可以说大家中经济啊不管是从韩国运到卢秀燕呢还是到这个柯文哲哈还是说 这个大家要比较不重视党派不重视蓝绿啊但是有四百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嗯是反对中华台北嗯那这个东西才出来的讯息哈我觉得接下来的选举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对于公投的这种认知呃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嗯所以国际媒体对这一些的这个分析哈当东奥公投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那但是他们对于就是说这个选举的影响后续接下来的总统 大选的影响可能呃两岸关系会和缓然后呢统图问题可能还是难以避免嗯当然呢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拉锯在台湾的政治上尤其那些选前你看那个墨建嗯对不对AIT的那个讲话多多百啊他说有外部势力介入讲话多百啊就就就就就就等他本身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嘛对啊对不对 那他是他是他是外部势力以前以前美国的美国的官员其实AIT官员从来不会讲到这样的地步我这个东西公然介入这个东西警讯蓝营跟国民党嗯也就是说呃当然这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蓝营跟国民党不认为自己是亲中嘛嗯而事实上是应该是平衡的嗯也就是说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 那当然你就外交就政治就这个就是呃安全尤其是安全面嗯你跟美国的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我想这个大部分人是没有意见只不过是站不站是买军兽以及买多少哈以及这个什么样的项目的这样一个比较细部的这个争议嗯那但是呢也就经济面或者是就台湾安全面其实这个维持一个平衡嗯因此怎么样能去避免人家认为说嗯 支持泛兰或者是泛兰的人就是这个亲中嗯那亲中代表反美吗嗯当然不是对不对因为啊我就这样选完了之后到国民党大胜了即使台台北市现在是这样的处境但是这15个一些县市大部分境外的媒体是不太理解台湾的其中选举跟总统大选之间的紧密度因为因为对对像美国这种制度来讲他的其中选举跟他的大选不见得同步嗯 就像是就像是欧巴马在2010年对他的他的其中选举大败最多是这个说是这个总统的其中考是也就是这样他是大败但是2012年他照样连连任成功而且大赢对但是在台湾就就不是嗯台湾他基本因为13个月而已而且这一次蓝营蓝营他不只是赢了15个县市我在讲你要注意一下六都里面的议员对因为六都占了百分之七十亿的人口哦对六都里面的市议会 对蓝军有五个过半是那非常精美而且好像时代力量整个就是消退从新北好像没有议员对就是当他他临新的台北当当选了几席啦但是总体来讲就是说国民党在在六都里面有五都是直接过半的就是国民党加加新党对就直接过半因此你像你像韩国瑜这次的胜选不是只有韩国瑜本人嗯他他带来了一个过半的国民党 市议会那个多久没没没出现过了是台中卢秀院的胜选不是卢秀院一个人直接台中市议会是过半的那除了台南以外你看即使是今天的郑文燦郑文燦虽然他个人过半了可是很抱歉议会里面有同比例的国民党在控制的议会对台北市也一样啊柯文哲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呢国民党强势的议会所以这些的议会的组成他基本上在这种的选选举的结果 嗯照我平常很习惯的比起有有点夸张的讲法就像我都我之前是四个多月前我我说台台北台新北市的选举早早结束了嗯我我说我我说反正就是好有意的所以随便你怎么选嗯两个多月之前呢我说高雄的选举已经结束了虽然民进党朋友听了很不高兴说两个你觉得结束了你试试看他说我就打的打你脸我两个人你后来你后来你不用花花时间就没有少讲一句话嗯就应该台北市场应该已经结束才对我我我我 我不敢讲的原因解口直断我不敢讲的原因就是说对我知道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但是台北市我我即使自己在里面我一定不会说这东西是确定的因为我了解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呢台台北的选举已经结束嗯台北一直在拉锯中但是我现在可以讲的是如果这些的这些气氛以民进党现在选后的败选的情况嗯如果不检讨2020的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好做到旁边的杨永明进广告回头继续聊 你现在收听的菲律宝贝的早餐我是男嘉隆好在我们的这录音室的现场的台大政经教授杨永明杨教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留话抱歉了因为我我都跟杨永明呢在在谈这个国际新闻所以你们留话呢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没有没有时间回继续来G20G20其实接下来哈全球瞩目的嗯也是下个礼拜嗯呃在11月29到12月1号布宇诺塞丽丝阿根廷嗯 举办的这个G20嗯那G20应该算是现在全球最最重要的的一个就是经济贸易的这个高峰会G7要重要G7只有七大工业国家他在G7这个为基础加上这些主要的从巴西到中国大陆到俄罗斯哦那这些就是以及南韩嗯这一些就是主要的经济体嗯的这个G20嗯那G20现在就是川普跟习近平 都会去那上一次在A派开会的时候以及东协高峰会的时候啊东亚高峰会的时候其实川普并没有来拍他的副总统是的彭斯嗯那彭斯其实我们上次谈过他其实现在都已经自己本身受到川普的质疑极可危他也想要去就是说2020看看有没有机会所以他的表现最近这几个月嗯非常的基本教育派嗯非常的反中嗯哦那延迟上不过他他这个反中到底是在像像川普效忠 嗯还是在等着就川普会不会在2020之前被共和党干掉都有那当然也有可能跟川普在唱一点双簧双簧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是半黑一点的这样一个角色可是理论上他跟川普在在这次选举就是说搭配之前过去两个人我看过的一些媒体报他们并没有并没有什么什么深深交互动啊对对因为而且应该倒过来他以前是在帮川普再去 缓和的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是比较传统共和党他比较传统而且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最后决定拍板的还是川普嘛嗯虽然他这个个性这个非常这个这个善变不可预测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集团体川普说嗯他一辈子都在准备这次的会面嗯到这种程度他这个人讲话就很夸张就超夸张那美国媒体有人说他一辈子可能都在准备这个就是跟这个花花公子女郎或者 是准备的一辈子准备事情太多了或者是说是跟要准备这个中国大学哈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一辈子在准备要跟习近平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去强调嗯这次的会面嗯非常重要的这个讯息就说如果这一次的会面可能会有三个情况的这种结果哈第一个就是呃可能会有个停火协议出来你说贸易战的停火我们讲贸易战对贸易战的影响跟就是这个讨论嗯 贸易战不会和解嗯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见面之后就完全和解不会因为他代表的是美国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的这种相互的竞争嗯甚至是霸权的对抗嗯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占美国的百分之比例而言占百分之13嗯2017年的时候已经占了百分之多少嗯63嗯 增加了50%呀嗯可怕增加了50%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GDP大概是在美国的这个百分之63就三将近将近三分之二嗯的这样子的比例哈所以事实上以差这个进成长这个速度嗯尤其在科技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生长速度不管是偷窃来的剽窃来还是自己我研发的嗯美国现在很多连这个矽谷都说中国大陆自我研发的这些科技哈如果我们现在转断跟他的互动的话 嗯到后来搞不好受影响是美国自己本身的企业你刚刚你刚刚你刚刚讲的就GDP的这个比例啊百分之六六十几这个是从从货币币值的角度嗯但是如果IMFIMF2014年就已经公告过如果以购买力指数来讲PPPPP的购买力指数来讲201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对所以接下来这个G20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大概就是这个挺火了嗯我们讲C5嗯好吧 这个先到此告一个段落嗯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彼此都已经都是没有意见这个可能贸易战呃美国人安川普需要回去过圣诞节嘛嗯那习近平要过这个农历春节嘛嗯等到下一年的这个第一季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面对这个问题哦那让这个官员们彼此在讨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挺火的协议也不一定哈那这个当然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对股市都会蛮大的激励效应嗯第二种可能性啊 就不会有这种挺火协议但是双方可能在延迟上会缓和嗯会有个和缓的这种氛围这个出来嗯那这也够嗯也就是说稍微大家回家过假过度假去嗯然后呢明年我们再看怎么让这个事情不要扩大嗯这个前提之下再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哈那当然这个前提可能大概中国大陆这边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浪步才会达成挺火协议或者是这种延迟上的声明上的 这种和缓的这种氛围出来那第三个的可能性就是大概就是各讲各话嗯没有交集嗯甚至有一点这种这种火花嗯哦那这个东西就会出现一些很大的不确定性嗯那会不会川普回去马上在圣诞节之前就是针对这两千六百七十亿的这个剩下的中国书网美国的这个商品呢预克高高关税那就很难想我觉得应该不至于第三种我觉得前面两种的可能性嗯是应该比较高 现在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嗯那如果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你看从两岸关系的两岸经贸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这个这个九合一的选举这样子的呈现第二个如果是川普跟习近平有一个比较和缓的这种结果出来嗯我觉得两岸之间东亚的经济就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说跟去年不一样的跟今年不一样的这种呈现嗯那今天的这个这个旺报旺报的旺报的旺报的头版是 蓝营胜选大陆的外交暂时休休兵这个对蔡英文这松了一口气可能暂时不用担心断交的问题选完了这这次县市长之后啊你知道蓝绿在国际问题的思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你刚讲就是说蔡英文要开始重新思考他要怎么去处理跟大陆的关系是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讲再重新思考说我要怎么处理跟美国的关系一定要面对对就赶快你要去处理跟美国对你是不信任的还有日本啊对美国对你是 这是不信任的尤其在所谓的印太印太战略已经喊了半天之后对你蓝营到底对印太印太战略你的态度是什么过去要开始准备了对因为你准备要政党轮替了你要回来了要提出说法感谢永明来感谢